好,来咯!我们今天要做第二个部分 上个礼拜发了怎么做这个Ansible的环境 趁这个时候,顺便还有环境剩下 我们先来做一个 我们怎么去安装Red Hat Key 这个念Key哦,不要念成Quay 念Key 那我们用虚击来做 就跟上个礼拜上个影片一样 我们从这个Centospa这个地方 用再置的方法 做出一个Utility 然后把网卡自己产生新的Mac 下一个 然后连接再置就可以了 于是我做出来一个新的虚击是Utility Utility的剪贴部什么都无所谓 有所谓的是它的记忆体 记忆体把它拉到应该差不多6G 处理器两个还OK 记忆体要多一点 等一下开机的时候是用硬碟开机 硬碟调上 那IOAPIC要开显卡无所谓 存放装置 主机IO要开 把光碟片从上面移除 其他的网卡的部分呢 走的是NAT网络 加入到自己的曲网里面 不但具有NAT也可以在曲网里面 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开了 然后开过来让它正常开 这边已经有那个正常的驱动程式 那为什么要加这个key呢 这个key是由三个容器构成的 算是一个非常好用的container registry 无论是在个人测试还是企业用都做得相当的完整 这个完整因为它是自由软体 所以它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那种问题 等一下我们连线的环境呢 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实体机连到虚拟机 那我们从虚拟机上看到它的时候呢 它的网络环境是VirtualBox造成的172.25.255.6 这个6不一定是我要的哦 所以如果按照正常的状况应该是 如果说Wall Station是9 Surve A是10 好,假设了哦 11比C是12,D是13 对不对 E是14 我就把它改成15 好,所以我就把它到网卡设定这边 设固定IP 172.25.255.15 然后24 打到是172.25.255.1 名称伺服器是外面 然后你要准备一下名称解析 所以今天我的这台虚拟机 我故意写成15 故意的哦 然后我们之前讲过名称解析的过程 在你这里 as you do as you dash 由学生变成管理员 去修改一下本机的名称解析 VTC hostess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哦 我复制一下 比如说 它是15号 它的名字叫 quay quay.lab.example.com 好,然后这边 预计叫做 q-u-a-y key啦 key 要念key 当然你的其他的虚机也必须要做同样的调整 它在使用的时候才不会歪掉 比如说像wallstation里面也要做同样的调整 而这个同样调整这部分我们等一下测试的时候再说 嗯 然后呢 这一台 这一台机器 它需要有 那个 它需要有那个 呃 那个 它需要有对外网的能力 也要有浏览器 所以它浏览器可以自己浏览自己之外 它也提供同一个区网的浏览 好 这个是这样的 OK 所以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是250.6 好 那我们的实体机呢 用了VirtualBox之后 是不是我的实体机可以去跟 172.25.255.6 有人没 没人 你看 这是VirtualBox在这边的问题 我虽然使用的是Linux 好 可是 我自己本身这里呢 在Linux的网络里面 并没有所谓的VirtualBox网络 这也造就了我 没有办法从Linux的实体机进入到VirtualBox之中 来 但是好歹它的那个 剪贴部是相通的吧 好 因为我有开剪贴部 所以我把外面的文件呢 送到这边 那我会把这份文件放到YouTube上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YouTube 也许是在类似留言区或是哪里 看到它 我可以全选吧 复制到这边贴上 这样也许我就方便一点 等一下我的速度可以快一点 因为录影片一个一个字慢慢打就算了 就很无聊 所以我就直接直接用这个哦 存档哦 Q-U-A-Y 就是我事先把笔记先准备好 我们影片弄起来才会快 然后你在看影片的时候 你就直接看着这个 然后这个影片的基础呢 是由这一篇哦 你现在找到的是红帽文件里面的3.5 请你不要找旧版傻傻的 如果你是要测的话 可以直接测这个新版没差 然后呢 为什么我们要用Key Key是红帽并购的一个公司 这个东西的技术相当的不错 只是它不是单纯的 只是一个container registry 它有更多更深远的功能 那因为是红帽的技术 应该讲说红帽买进来的技术 所以呢 它并没有限制你啦 我们现在只需要 就需要的是一个红帽账号 所以你们应该都有红帽账号 如果没有红帽账号 只要去申请一下就好了 这中间不会产生费用 然后呢 在 如果你要的是红帽协版 我这边就直接做给你看 我这边是个cent OS 它也照做 所以在这里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里呢 CPU跟记忆体的部分 请你记得 我刚刚把记忆体放大了 然后磁碟机空间这部分呢 我们这里预设是上个礼拜的80G 所以基本上还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 把Key的Registry 放在公司内部 请你去看后面的第三章 里面的其他的东西 那其他东西 我是不打算在这里讲 因为它牵涉到的CLS 那个什么CRT啊 那个 那些 凭证的部分 那已经是很远的东西了 但是如果我们照 我们只是要测一下 自己的Registry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标的 而且全部都使用容器 所以 在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是使用上次的Podman 所以我们从头开始 检查一下 我自己这里有没有Podman 对不对 Podman-version 然后这是3.1 这是最新版的3.1的DV版 这个 这个 那个 嶄新的程度是够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要先用Podman登入 Registry.rehead.io 那个Key的印象档 好像没有出现在 它是在那个 access.registry.access.rehead.com 它是在rehead.io 当你要使用rehead.io的时候 你需要有红帽帐帐 好 先登入成功 登入成功之后呢 请你确认防火墙这几个洞 防火墙这几个洞 包含了 80443 525423 5433 6379 这是对于你这台电脑 防火墙要先弄 所以我可以偷懒 你知道我最喜欢偷懒 我没事就喜欢偷懒 我希望你偷懒 但是你要跟你讲 你很忙 可是我喜欢偷懒 对 好 这样 好 5433 所以这个影片我就随便做一做 主要是上次的声音 听说不够理想 所以这次我声音放大一点 好 这是perlement 然后再加一个firewall comment reload 然后reload完防火墙设好 那我预计呢 在这台电虚机上面的 srv目录里面做一个create目录 key目录 我自己都念错 key目录 然后呢 依照我的需求 先在这key目录底下 建立一个叫做postgreskey 给资料库用的 为什么 因为我忘记加p 因为我还没有建这个key目录 所以你可以想见在srv目录底下 就做了一个key 然后key目录里面 就跟着做个postgreskey的目录 好 然后呢 你看我这边也发现错 在针对这个key postgreskey目录 设ACL ACL的使用者是26 你看mySQL是27 好 然后呢 那个partman run 所以就直接从这里把容器印象档叫回来 然后这个容器相当有趣 光是这一句postgres的 那个资料库就起来了 partman run-d 执行完删除 你看执行完删除 就不会留下一个container在那边 容器名称叫postgreskey 他的参数parameter 环境变数 postgresuser叫keyuser 这是你可以改的 我就不改了 我就随便了 keyuser 然后呢 postgrespassword是keypass 那就你可以改你的密码 postgres postgresSQL database 资料库名称 跟管理员密码是如何 他的port是把虚拟机 就是实体机的5432port 导向到本虚拟机的5432port 然后呢 他的 那个 本地实体机的目录 连接到容器内的目录 加S1NINES标签 容器印象档叫做 registry.rehead.io 里面的reel8里面的postgres secre-10 然后 帽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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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的 那个tag 所以如果我网路正常的话 我应该就可以直接抓到印象档 看起来ok 好 然后印象档抓完他的容器就已经起来了 在这里去会需要针对这个postgres key的容器去进行一个调整 这个调整可能是对他做一个 跑一个shell 这个shell的指令是 echo create extension if not exist 叫做postgres trgm 如果不存在的话 就去用这个postgres-d key database name username 叫做postgres 这样子来一下 如果他产生出这个warning error resizing 实行 这个看一下 好 我知情练有没有问题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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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if not exist pgtrm 好 然后error resizing 这个是容器 could not open control file or terminal resize for container 然后no such device 这个直行是有问题 再跑一次 还是有问题 好 然后 这个直行呢 是直接把终端机导向 然后直行shell shell执行的指令是一个echo什么的 这个到这里没有错 这里也没有错 好 然后 然后 呃 它的正确执行就是这样 create extension 可是我们这里出现了这个resize的错误 它打开VLI container storage的这个地方 它开log 它开log的时候 它显示说没有这个东西 嗯 嗯 这些资料的重点就是开一个RADIS资料库 啊 RADIS资料库 然后这个RADIS资料库呢 这个RADIS里面呢 它的预设的破是6379 实体机6379 对到虚机6379 容器名称叫做RADIS 它的RADIS密码是strong password 所以你只要设一个密码 strong password这样子 容器影响到 所以正常来说 你的网络如果没有问题 应该就可以在Vitualbox这个环境弄出来 呃 好 这个OK 所以容器现在已经有两个咯 看一下 podman ps 你可以看到 一个是Postgres Quakey 一个是RADIS资料库 两个后面的背景已经准备好了 好 然后呢 就看到这两个 它分别吃的是实体机的5432破 跟6379破 你就看到这个两个的分配 一个是RADIS的 然后 在这个时候呢 呃 我们可以看到 呃 这里 好 谢谢 这个是 我这个是直接对它做一个 哦 这边是另外一个测试的过程 好 好 先看 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新目录 我们准备要开 Key的容器 而Key的容器分成两个开启的阶段 我先建立一个目录叫做Config 然后我CD进入这个Key的Config 在进入这个Config的之后 等一下哦 稍候一下哦 这里现在是空的呢 空的没差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开的是第三个容器 然后这个第三个容器呢 是为了启动一个Key的容器 而这个Key的容器进入一个很特别的阶段 这个特别的阶段叫做那个主态阶段 Config mode 然后这个Config mode呢 在这边 你看看一下 我刚刚就是用这个 这样比较快 你可以慢慢看文件 浪费时间在影片里面干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边是刚刚的PostgresKey 然后这边是PostgresKey 里面去直接执行个程式 执行个指令 这是Radis 然后Config 这叫做Key的Config mode 所以用的是Partman Run 然后执行结束之后删除容器 把终端机送到这边到眼前来 容器名称叫做KeyConfig 它把实体机的80Port对到虚拟机的8080Port 再把实体机的443Port对到虚拟机的8443Port 后面是Key的容器印象档 后面执行的指令叫Config secret 所以我的指令应该出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顺便改一下 然后呢 先存 然后呢 我把这一句贴上来 直接执行 用手打这太慢了 对不对 然后呢它先把Key的印象档 从远端抓回来 我的实体机在现在的那个虚拟环境 就是VirtualBox上面是没有办法连到VirtualBox的虚拟机的 所以等一下我用浏览器的时候是直接用 这台虚拟机本身的浏览器 所以它跟你讲了一件重要的事 你看哦 这个容器印象档抓回来以后 用一种Config Mode打开它 它的名字叫做Key Config Port这样拉过来 那你等它拿出来去执行 它会把它执行的Log送到终端机上 那那那那 对不对 好 然后你现在看到的是它主态自己 你可以稍微等一下 好来咯 Running the Configuration Auditor or etched with HTTP on port 8080 登入的时候用Key Config 这个使用者 所以你可以从这上面 的终端机的环境上面 看到我们刚刚在执行的时候 有指定使用者 没有 没有指定使用者 它这是个特别的Config Mode 然后我的 我的IP位置是多少 拿个浏览器 172.25.2005.15 它是直接进入这个 然后我的username呢 叫做Key Config Q-U-A-Y 然后我的密码叫secret 看一下 我登入的时候 Q-U-A-Y Config 密码是secret Q-U-A-Y Config Q-U-A-Y 过 Q-U-A-Y 过了以后呢 Q-U-A-Y 不用存 没关系 Q-U-A-Y 这是一个Key Setup的模式 这里首先第一个是在讲 如果你们公司 已经准备好了SSL的凭证 你可以从这里把CRT跟Key交给他 好 那我这边就不做了 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要做凭证 然后No Custom Certification File 所以如果你教给他会有列出来 你可以选 然后接着我的Registry 就是我的容器的Registry的标题叫做什么 然后简称叫做什么 无所谓了 那这边有公司的Logo 可以换Logo 你可以找个网址去换Logo 然后Contact Information 它是电子邮件 还是RC还是URL 无所谓 这是真的无所谓 Server Hostname 主机名称这个时候 你就要写成 你设定的主机名称 我们这里有设主机名称 好像还没有 你看我还没设主机名称 As you do 然后学生密码 OK 学生密码 hostname control set hostname叫做 quay.label.example.com 这是我的主机名称 所以我就跟他说 这是我的主机名称 好 我有没有要弄TLS Oceanly had a port number non-standard port 如果你有其他port的要求 所以在这里 他会跟你说基础的设定 然后 然后到这边来讲 都还好 Server Configure 所以你直接写你的主机名称就可以 接着主机名称设完这就算了 然后这边 资料库类别是Postgres 资料库伺服器的部分 就是你这台电脑的5432port 这边要小心哦 这个栏位多一个空格都不行 他会 他会爆错 这样 那事实上我们这里叫做 key.lab.example.com 5432 然后呢 使用者名称 叫做keyuser 刚刚我们在建立容器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人 你看我懒到这个程度 我连字都比较大 然后 这边是keypass 多一个字哦 少一个字哦 这边要小心哦 我刚刚复制的时候 多一个空格 database name是quay 没有凭证 无所谓 接着其他这样 allow repository pools even if audit login fail 无所谓 这是你自己在慢慢去讨论的 在radis的设定上 radis主机名称是6379port 所以这边是machine 这是time machine 这是复原机制 这边用同样的主机名称 代表 代表 example.com 6379没事 就照用就好 然后呢 radis密码 刚刚我们有设 我们在那个启动radis容器的时候 就有这个东西 要小心 多一个空白键都会错 好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的 其他的设定选项都无所谓 没有特别怎么样了 然后除非你自己喜欢另外做其他的调整 都可以 你要回到最前面 如果我的栏位出红色 表示这中间可能有错 然后你走到前面这里 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 左下角这个按钮 如果我所有的栏位都写好了 按这个validate 确认成功 接着请你按个download 把你所有的主态存起来 存到你的download资料夹 在这里 它有一个keyconfig.tar.gz 好 然后这个地方就废了 就可以废了 你就不用再继续了 这样就可以废了 那我先放着 回来 回到我的指令行上面 你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地方 所有的设定都跑完 你怎么去让这个容器停下来呢 事实上就是中止它的标准输出 简单说就是Ctrl-C Ctrl-C之后 它收到你的Ctrl-C 容器开始收摊 就开始收摊 收摊也要等一下 所以我这边所谈的是 这个地方进入 edit 用Firefox进入http 你的主机名称 key.level.example.com for进入 这叫做config.addit 好 那你的Alt编辑完之后 你把你的主态编辑完之后 用Ctrl-C 它就慢慢的就退出了 那我刚刚目录做好了 你把那个call下来的这个 请你call到 请你call到 那个srvqay的config目录里 config目录里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去把我的使用者 copy 学生加目录 的download里面的 key.config.tar.gd call到本地 到了本地之后 tar.xpf 把它解开 解开之后 你会看到这边有 两个目录 三个 两个档案 一个目录 这样放着 好 所以这样放 就这样放着就好 它要吃这些 设定 那这些什么 CA set 我觉得都不是 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并没有放任何的凭证 除非你事后要放平身之类的 好 我这里的主态过程结束了 我准备要启动key的容器 所以在这里我先退 也可以看到这是key目录 然后我要准备启动key的容器 在这边建一个mk.tar key目录里面做一个叫做storage的目录 然后本地多了一个storage目录 为他特别设定一个ACO ACO完就是这一句 这一句就是把key的容器把它打开了 所以这一句是直接拿key的印象档 Parm and Run 执行完删除实体机的80破 对到虚拟机的8080破 实体机的443破 对到虚拟机的8443破 容器名称key 然后把这个容器的config的目录 对到容器 实体机的config目录 对到stack目录 然后那个实体机的storage目录 对到data storage的地方 就是专门直接储存印象档的地方 然后容器音象档 这边出了那个 我把那个弄一下 好 它用同样一个容器 看一下ps pubmanps registry出来了 那registry出来之后呢 三个容器都出来了 我们等一下就是在做测试 三个容器都出来 你可能需要它等一下 所以我这样 我在这边改 把它改一下 quay.lab.example.com 你可以看到它没有办法连线 我们如果改成 这个的话 这是 key.lab.example.com 这是自己 我们连一下自己 用highkey 好 15号 你连看 好 不要管它 这是kunalo configure 这是之前的旧记录 浏览器的 浏览器的 那个 那个 catch 有时候也会出这个 出这个的原因是 它可能背景在作业 它是不是有错了 看一下 它是不是死了 是不是有错了 死了错了吗 死了错了吗 不知道 对不对 pardman.log.10 容器名称叫key 好 哎呦 看起来可以 执行成功哦 稍微给它一点时间哦 它执行都成功了 最后这边看 好 ap.scheduler.executor.default.key. q.walker.pool.queue.trigger.interval. 好 它在日期时间 然后执行成功油 它说执行成功 这个log看起来是ok的 它也没死啊 好 给它一点时间 重新low low就出来了 好 出来这样子我们成功了 我们表示这三个容器都成功 第一个是登入 不要理它 建立一个账号 建新账号 新账号的名称 admin 然后电子邮件乱写 除非是你要干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密码随便乱写 建立账号 然后建立账号之后 你就有一个admin的key的repository 然后相对的 如果你要做别的账号 你就做别的账号 对不对 你就在这里可以无限制的去建立你的新的组织 create new organization 就是你的组织啊 比如说我去做一个HEL8 然后create organization 就是把那个你的容器的那个分类做出来 这是一个分类 当这个容器分类做出来之后 我们的设定的过程就像这样 我如果用我的那个名称可以过吗 quay.level.example.com 给不给 给啊 所以刚刚就是那个太早执行了 它还没跑完 你给它一点时间跑 好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测的是容器可不可以上传 容器影像档是否可以上传 我们就随便测一下 容器影像档是否可以上传 所以我如果跟parman说 我要parman login 登入我们新建的registry 这是一个需要登入的状况 我就从这边直接登 parman login 登入时我并没有做凭证 所以这个tlsverify false 一定要写 你没有写就变成要cls验证 那tls验证 那我们预设是没有 并没有给它凭证 所以我们就是在一个没有加密的状况下进行验证 进行身份验证 username admin 密码刚刚设的 他说 dark registry 那个http v2 lookup 他找 cray server lookup cray server example.com 他尝试去寻找 cray server 然后从1.1.1去找 结果找不到 我们这里有设cray server吗 我的容器印象档 我的容器在执行时 有特别指定主机名称吗 这个是 这个是 那个书上的内容 这边写错了 这边要写的是 这个 对不对 key.lab.sample.com username 密码 成功 成功之后 从外面 拉一个 印象档回来 去外面拉 拉一个印象档回来 乱拉 他让我选啊 我要选的是哪个地方的 我就选上面这个 然后就 他叫做bzbox 然后他连接 rejcss 他说 error reading manifest 那再算 我就选下面第三个 从dark来后抓回来 好 podman images 列出印象档 这是有之前留下的 然后呢 podman tag 改 tag 改谁呢 改dark.io quay.lab.sample.com 然后把它改成 名字啊 quay.lab.sample.com the h168 我刚乱写的啊 bezbox 好 我就这样写 然后呢 冒号 latest 好 看一下 podman image image有了 在这个地方 key 所以我要自己写 我自己的主机名称 不要写错 好 那如果没事的话 podman push 上传 上传 他因为预设 是用加密的方式 所以你上传时 一定要记得 加一个 dash tls verify 等于 false 可以存 好 传完 检查一下 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reload 你可以看到 RailA 这个分类底下 多了一个 bzbox 的image 这样子我们的 registry 就测试成功了 好 测试成功 没错 测试成功 没错 可是事情没有这样 就结束 下次你要开这台 虚机 我会希望 怎么样 我会希望 这三个容器 能够自动执行 所以就用到这一招 podman generate systemd 所以这里有三个容器 这三个容器 分别的名字叫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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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postgres postgresql key 它产生 它产生 container postgresql key 达service 再生另外一个容器 名称 叫做radis 再生第三个key 的容器名称 然后呢 这三个 你看我们做完 这三个档案 分别都在管理员加募 叫containerkey service container radis service initial container postsql key service 所以呢 我把三个service 党 信号 点 service call out systemd 的预设的unitfile 存放的地方 在 usr lib systemd 的system 目录底下 在这个时候 跟systemd 说一句 system control daemon reload 重新载入 你就可以测 看systemd 现在知不知道 这东西在不在 服务名称 就直接用了 前面这个服务名称 container radis 它可以偷懒 有 systemd 现在知道了 有没有 就是这样 这样的过程 然后趁这个过程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开始把这些容器的服务 设为 enable 好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 叫做container 叫做key 好 第三个 叫做container post sequel key 好 这三个都能玩 所以笔记上面就已经有了 没事 然后呢 重新开机启动 所以重开的时候 你就观察 因为正常如果没有做 这个容器启动设定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做的 所以我等一下重开 是我两个重开看看 我现在把这个 这个虚拟机重开 检查它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然后呢 我另外开一个wallstation给你看 wallstation 撓过来 撓过来 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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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student 然後這個是utility student 站在workstation上 所以你對於其他的虛擬 你就要多做一件事 sutu 然後 然後 去開他的etchosts 然後在底下多加一句 跟剛剛一樣15號 因為這裡沒有名稱伺服器 叫做key.lab.example.com 簡稱為key 然後我打開 workstation上面的 好 瀏覽器 然後瀏覽器上面直接呼叫 key.lab.example.com 然後 等一下 所以還是要等一下 當然還是要等一下 你可以先在 這裡用 它確認 ping 172.25.2005.15 有人在嗎 有啊 開好的 它的IP是開的 所以你再連一次 搞不好連一次 再連一次 再等一下就好了 PS 用root身份 好 然後 PS Potter man PS 容器 是確實啟動 好 看起來兩分鐘 你當然可以用 parman.logs 去看一下key key key是不是成功 成功 看起來成功 先從這裡確認一下 我們的防火牆規則已經都開了嘛 然後 看起來這個是OK的 key已經執行起來了 然後這裡連不到的原因應該是 先用這個 172.25.2005.15 可以呀 有沒有 那這個我是不是寫錯了呢 我剛剛寫錯嗎 看起來沒有寫錯 對不對 好 然後 再連一次 他這個找不到這邊應該跟 那個誰 名稱解析有關 這個是 Firefast的名稱解析 太不老實了 他會去找這個 然後他當然找不到 他去找一個 example.com的網域 當然找不到 但是 他是連得到的 其他的事都一樣 我可以建立一個帳號 你自己去做帳號 做其他的事都可以 所以 如果換句話說 站在wallstation的角度 可不可以上傳 我們呢 對不對 好 我們看一下 PS 有人嗎 沒有 帳面login 好 DashDash TOS Verify 好 對象是 QAY .label .example .com Username admin 密碼 暖色 他說 https 我已經加個 沒寫完 等於 False UseName 他說 他找不到 No such host False 250.2 冒號53 他去找 250.2 名稱伺服器 他從名稱伺服器去找 QI.lab.example.com 原因是 他跑到名稱伺服器上去找這個主機 名稱伺服器 名稱伺服器上沒有這個主機 麻煩在這裡 所以 他找的是2號 那這不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用IP的話 250.15 他是可以的吧 密碼 再加 等於 False 密碼 他跑去找 他去找 QI.lab.example.com Authentication account 照 照號名稱 他直接就找到我的主機 我都用IP他去找主機 找了主機又去說 世界上沒有這個主機 好 這就是VirtualBox的環境 他不是這麼直接的 去用ETC Hostess 我們在ETC Hostess 已經做了這件事了 就是做了名稱解析了 結果 別的人 別的電腦在同一個網路上 Ping的到的狀況下 他竟然不能夠直接登入 這就是VirtualBox构成的 這件事我在那個 KVM上做 還可以喔 他這邊 怪的是 他的名稱伺服器去找了 250.2 這是 VirtualBox要求的 他的預設閘道是1 然後呢 名稱伺服器是2 他幫你把名稱伺服器 名稱解析轉出去 可是當我們用這個主機名稱的時候 他應該是 可以讓我們直接 去用我們剛剛所做的 Q-U-A-Y Qui.lab.example.com 他說名稱或服務名稱 Nano Qui.lab.example.com 回來 看一下 我們剛剛都已經做了 ETC hosts 在這裡有一個 喔這邊拼錯字 Holy shit 我拼錯字就好了 好 檢查一下喔 好存檔 他又抱怨 他又抱怨 這個世界上沒有 Qui.lab.example.com 我們現在有了嗎 還是沒有 他不承認世界上有這個東西喔 那我剛寫錯了嗎 那我剛寫錯了嗎 喔這邊寫錯了 還是寫錯 半夜做事就是這樣 再來再來 DMN 登入成功 好 所以這裡 OK啦 OK 我們再回來看這裡 可以了嗎 可以了 OK 好 所以其他的事情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影片到這邊 我會把那個筆記弄上去 差不多就是這樣 這樣子你的別的主機 就可以連到你的 Utility 虛機上面的 Key 好了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